人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修道 你是从道中来到最后一定要回归道中去 找到回家的路 拿回自己的红尘使命 找到自己的天命 师父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他师父说了 那当然是考取功名 王阳明说非耶 那他师父说那你说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王阳明说了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请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就讲完以后他老师说 啥意思啊 这是圣贤干的事 这是圣人干的事 你想成为圣人呢 你能跟孔子比吗 你能跟朱熹老夫子比吗 回到家以后 他爸又问他一句 是不是你在学校说你要当圣人 是啊 他爸又给他骂一顿 从此以后 他就踏上了 寻找圣人之道的道路 朱熹跟他讲 要隔物置之 他就去隔竹子 隔了半天没隔出来 然后又找道士修道 又找佛家修佛 修道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到阳明洞了 到阳明洞以后 打坐链接高我 瞬间又误出来那句话 叫圣人之道 无性之足 不假外乔 我不需要向外走 都在里 我原本居足 开悟了